姚李 你好 现在什么情况 我妈呀 因为我女朋友已经进院了 我给她打电话从来她都不接 我给她发短信她也不接 我上老火了 小冰 小冰 你好 这是谁呀 不还有什么话好说 不都说分手了嘛 咱俩不能分手 咱俩怎么能分手呢 因为这么点小事咱俩分手值得嘛 谈恋爱又不是签合同 你说不能分就不能分呀 但是你又不能不理我呀 我妈都因为你都住院好几天了 那怎么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跟我去看看她吧 我不去 你跟我去看看她吧 起来 在这一段影像拍摄过后 我们的编导又做了大量的工作 把那位女生给邀请来了 女生的态度还是那么坚决 只是我们告诉她说 看看有没有可能 给男方一个沟通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 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冰24岁 同样再来自辽宁 是一位人事文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两个人另对密码箱 密码箱里是彼此不知道的秘密 你们今天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愿意 编导靠什么说服了你让你来的 她就说不管怎么样 你也应该把事情弄清楚了 不应该说一个人 放弃这个感情就完事了 就是说怎么也得沟通一下 然后我这边就过来了 好 我经常去她公司楼底下找她 从来都不见我面 你说因为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能不见我面啊 我妈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她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我能不生气吗 我能不着急吗 你 这是之前阿嬷买的 然后就穿了一次特别信 然后阿嬷买的意思 你过生日就送给你了 太有意思了吧 这干什么的事 我过生日啊 怎么就太有意思了吧 我过生日你送我条旧的裙子 你好不好意思说 就学不是花钱买的吗 花钱买的妈 花钱买的妈穿过了你知不知道 穿过怎么了 又没弄不过又没弄脏 穿过怎么了 那我把爸用过的药袋给你带 你愿意带吗 我带啊 他一直都说我扣 但是你说我扣吗 我根本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扣 他爸他妈一次结婚纪念日 我给他爸他妈送了 一个双层的大蛋糕 他又嫌这个蛋糕不好 又嫌我买的便宜了 你好不好意思讲 我那次花钱买的蛋糕 你告诉我 在团钢这样买的最贵的 拿过来一个它是两层的 对 没错 挺大的 奶油放了好几天了 你能吃吗 那么硬怎么吃啊 我哪知道他奶油放了好几天了 等于他这个事没办好是吧 对 我不就想买一个大点蛋糕 给你家装着门面吗 就你有脸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他 就是背着我打电话 是个一听就是个女的 我就问他 我说谁啊 然后他就说 咱俩还没结婚 你不要管那么多 这不就我就生气了吗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他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接下来他妈就说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昨天的事他早上跟我讲了 你放心吧 我儿子也没有什么花花信长的 肯定对你特别专业 我就觉得这个挺小的事 不至于让父母来参与啊 然后我就问他 我妈知道你的事怎么了 咱俩谈恋 我妈就不能知道你的事了 那我是不是问你 我说你知不知道 男妈我打电话了 你说不知道 你不知道男妈怎么有我电话号码的 我一开始私不知道 那男妈怎么有我电话号码的 那男妈怎么有我电话号码的 那男妈现在打电话什么意思 说我矫情啊 我妈给你打电话的意思 你还不知道吗 她的意思就是想让咱俩好好出 这个事等于 你反感她母亲的介入是吧 对 那个时候没分手对吧 没有 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呢 不夏天吗 我们想上海边烧 你的声音 我儿子 我 origin的变迹 不知道 有段时间 有个人 我从哪里 交往 最后 每个人 刊登 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来说结婚都是男方处房女方处家装 那我家装怎么办呀 这个就当家装了呗 然后以后你们俩自己还手术呗 如果当初介绍人说你们家没房子 我就是喜欢你 我也能跟你在一块 但现在你妈妈手一套做一套 你现在不愿意了是吧 也不是因为这个房子 这房子是一部分是大部分 但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 父母来介绍两个人的感情 有一次我们俩吃饭的时候 无一种我看看卫星记录 把我们俩讲话的原封不动截图 给他爸发过去的 我爸知道咱俩是怎么了 我爸妈知道咱俩是不应该吗 不是 你多大人呢 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你不知道吗 我不是国家家 什么都往耳朵里传吗 那你父母怎么想我呀 他们作为父母 我为什么不跟我父母传呢 知道咱俩的事情是不对的吗 不是 你那么大了 咱俩在一起又不是两个人 好 好 好 咱俩想的话 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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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大家的意思 老师们怎么看 怎么来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秋彼特问卷 其实他们俩之间的问题的关键 刚才女孩最后一句话点到了 就是你还没有长大 虽然年纪上成年了 24了 但实至你还是一个奶嘴男 你根本就没有脱离父母的音护 你没有主见 你没有态度 你没有决策 这些都不可怕 但最可怕的是 你居然执行力很强 懂我的意思吗 你父母有什么话 你全会传给他 你们俩之间的一些 青春伯怒 你全照搬给自己父母看 引发了很多的矛盾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爸妈跟我说的 都是为我好的事情 没错 我为什么不听他们呢 但是是为你们两个的将来好吗 我妈总不会害我吧 我妈总不会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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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